这排棋讲解是2006年的全国枪棋个人赛第二轮 本局是李绍庚对战深棚对战 开局走的是中炮巡河炮对战屏风马飞游巷 那这个棋黑方夜里藏花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挺兵 黑方就会弃足将来推卧心嘛 或者跳出来给你拼啊 所以红方就先守住 让他没有跳出来这个棋 那么黑方这里就推炮 这样的话看你要不要过河 过河就要对 你不过河他巡河炮就打你 那红方直接就冲兵了 黑方也就平炮 接下来冲掉 对方一打 红方上马 这儿的话主要是控制左边 黑方呢出局就要吃炮 红方看住 那黑方一打局 红方躲进来 黑方把这个局长起来 红方马三进四 对黑方而言可以走的是平局吃 如果对方换那肯定裁掉 上去的话上嘛 那么现在换掉啊 这边有一个打将 到这以后这个局可以过来牵住他 吃啊 双方是一个大交换啊 退局就行了 因为红方局处比较慢 所以黑方已经返现了 那么这儿的话这个棋啊 黑方临场是平局 吃这个嘛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帮红方脱身了 这里需要注意就是啊 不要急于打将 否则对方一吃啊 将来他这个棋会形成一个四子对两子 那很明显红方呀 刮不敌重 要吃亏的 所以的话这个棋啊 他浸泡星期后去比较好 刚才丢一个子 现在能追回一个子 对黑方来讲的话 需要做的就是落个相 那平局过来去顶啊 实际上简单交换 也可以 打将之后可以补个左势 落相这个棋啊 空头炮 不太好把握 他的意思是啊 中间可以抓一下 结果五毛兵五金一 那既然走到这里啊 正常就要抓 对方如果看住啊 再打兵也跟得上 如果冲的话就吃掉 他出来之后只想过去吃炮 到这儿抢兵有为重要 吃那就走一步 这边肯定需要补一个 吃 不能急于平兵是担心打向一将 中间抽 所以他得需要补个试 吃完之后平局守类 吃出来 把中兵一拔掉 对方杀将的话这个棋啊 其实也差不多 到这儿黑方可以硬顶合 临场的话 他是先打出来 结果红方拘就出来了 到这儿的话 如果你还要去吃这个兵 他将来可以过河 再吃再平开 你方中炮他炮腿一 将来中间把你再赶走 随之棋还是红的好 黑方临场决定进一个足 那红方就点进去 黑方这里是上了将了 红方就把尸给破了 进去抢兵冲过去 到这儿的话中间想对一下 现在呢他就平开 不能牵制是因为他打一将可以抽居啊 这样就好了 那么过足想对杀 这里人家先把尸相给破了 吃着足他平再吃啊 到这儿就闪开 又吃一个啊 黑方到这儿平去跟着洪荒的兵 那他简单脱身啊 如果就此交换的话 那肯定是亏尸相呀 那这起他不甘心啊 就平 那这样的话继续欺负他 抛进一步之后啊 退回看住 出去啊 是不给他居住平武利用的机会 先打居啊 沾中居 甩开 避免他一将抽居 黑方则是退回跟着炮 不让红方炮回来 红方中间就对一下 这不对的话吃炮 非对不可啊 换了之后形成了炮兵对炮足 关键是对方的这个气啊 他确实像 那么最终他想吃两个兵 红方不让 冲起来之后不足以打 双方都是两个兵啊 但是对方因为缺双势啊 所以这个气啊 他就不利 最终的话还想利用红方啊 红方炮直接放到逐离线 你就算刚才飞向也不行啊 他兵可以下去 那你不飞向他掐住向也啊 那黑方这个气就下底线跟他拼了 到这的话 那落向啊 现在持对方的向 他也是飞向 到这儿是退一步 退回以后啊 平兵 平足以后出来 再平 招而平炮过来 进去的话就平兵 平足啊 退回 这个气啊 打兵 红方只管下 这儿一边一个啊 怎么去防守是个问题 他前主不让你动啊 动一个吃一个 那红方就先下一个吧 黑方平足 红方就支持 打足 平开之后 平兵啊 看着兵六斤 只管一路还冲啊 对方挡不住啊 比方说你现在退一步吧 他这里还可以放中炮一架 你走足的话再飞向一架 这个时候其实你出去一瓶瓶就完了 你现在足的话吃掉你再绕回来 最终还是要输起的 看着这个小兵做花心啊 然后炮兵成沙 是无解的 谁到这儿的话 身份也认了 这盘期啊 李绍根获胜